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動漫廢物 滿洲動漫界最大的新聞是 動漫廢物正式被YouTube封殺 沒錢啦 剛剛想租新地方就被封殺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會被封殺 落井下石 明知我們續約被人加租就封殺我們 我想黑來說也算好了 我想不想被這個更加成本更黑的 有的 可能有某些主持 心患絕症那些 唯有去到這樣 很慘 要把命都捆出來 Anyway 我們都要感謝聽眾 都有一些聽眾在我們最苦難的時候 很出手很闊著 救了我們一次 那這些人一向一呼喊 我們是要感謝他們的 但所謂這些事情就是 怎樣說呢 捱得一時不捱得一世 所以大家的支持是需要 所以大家不可以只有一次的捐輸 就是這樣 Wai Team Sammy 明知 請了嘉賓 Charles 除了足球之外 他有另外一些副業的 我們請了遊戲王上來 請他當然是說遊戲王 其實我很震驚這套東西竟然在洞廢 這麼久都沒有說過 因為我小時候是有看的 都追過一段時間的遊戲王 因為小時候看的時候 最初覺得挺好看 然後覺得很悶 因為不看不懂 然後到大後覺得 第一覺得這套東西好像很煩 就沒有心機看 其實洞廢出了死不斷氣那一集之後 我有提名過把遊戲王拿來講 不過我真的說一集出了街之後 才提名 因為遊戲王 老實 我記得我們看到一半 我頂不順順 停了 是很後才回來 原來他完了 才拿回來看 那就是這個 我記得是 是Jump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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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這個作者有連續三年 日本版稅收得最多 連續三年 結果一炮而紅 起碼簡單介紹一下故事 不如簡單介紹一下作者 高橋和熙 我不知道怎樣介紹 除了遊戲王我真的不認識 高橋和熙 他本身是遊戲設計師 未有遊戲王之前 也有其他作品 他在81年就出道了 憑著這個Ing Love Ball 就拿過這個短片作品的 新人馬獎的小學館 然後有一些野球小子 鬥輝王之英 當時他的名字是用高橋一雅的名字去出的 去到遊戲王1996年 就正式用遊戲王在小聯針 連載到2004年 總共是38集 到後期還有一些友向王R GX 5DS那些東西 那些都不是他畫的 所以這一堆東西都夠他吃過體的 基本上遊戲王是夠他吃多小的 因為有可能除了一本書之外 也有很多周邊的東西 這些我們慢慢下去就會說 輸掉一些卡 其實遊戲王這個故事就是講高中生還是國中 我忘記了 好像初中吧 應該是初中 這個武藤遊戲 他就是一個弱氣的學生 他家裡是開遊戲店的 所以他一直都有一副千年職目 就是他爺爺在埃及掘出來 是拍法來的 就是盜霧的 盜霧是擺明的 可能跟淘坦卡門有些關係 有一副千年職目 就說沒有人可以組裝 遊戲從小到小都說一定要組裝 有一天遊戲終於組裝到他這副千年職目 但就少了一塊 因為他就被人欺負 被同學城之內黑也和本田 本田藥式 就欺負他 然後就扔走了其中一塊 然後當遊戲經歷了不同的事情 他終於找回那一塊的職目 撞回去之後 他就出現了另一個女人格 通稱為暗遊戲 那個是遙遠古代法老 法老的靈魂 後來才穿的 最初沒有說的 就是另一個身份 你以為他純粹是一個人性的陰暗面 最初不知道設定是法老 千年職目影響到有光遊戲和暗遊戲 暗遊戲出來做些什麼呢 他專門是警惡情間 就會跟別人說 我和你玩個遊戲 玩贏了你就不加產 玩輸了我就不加產 永遠都是這樣 通常他怎樣都一定會贏 因為他有個設定 你先撇開後面的卡遊戲 就是他會對一些所謂的壞人 跟他玩個遊戲 賭注多數很大 如果你輸了就會陷入這個黑暗遊戲 總之是一種心靈 令到你精神訓練 其實全部都是入青山 全部都入青山 他幫青山跑數而已 中間玩過很多不同的遊戲 而他也在這個途中遇到他人生最大的宿敵 這個海馬賴人 其實本身是一個故事 但他發現這個遊戲最受歡迎 因為 怎麼說呢 因為我覺得他剛巧 我覺得有點遇到 因為他平時 大家有玩個卡遊戲 其實是訂了卡出來 但因為他玩黑暗遊戲的時候 他將東西具現象化 然後 其實好像Pokémon 好像Pokémon 老實說 是挺帥的 那些怪物出來 你看到他也有互片 就是挺帥的 所以應該是 其實撞對而已 我相信也是 當時網上資訊沒那麼發達 他最初出這個遊戲 只有兩期 即是兩回 其實出了兩回 相信應該是 毒者投票 諸如此類的 突然爆數 然後Pin 輸入他 你不如畫卡吧 因為 當你理解Jump的生態的時候 這件事應該是 這樣發展是最合理的 還有我們的理解是 那一款遊戲 第一次玩這個遊戲 王卡的時候 相對上 那個遊戲的系統 是比較圓的 其實是規則不完整的 相對上 跟其他就知道 因為其他以前的遊戲 是one off過 是沒有延續性的 因為這個其實 關係到本身 Doki和熙的背景 真的是做Game Designer出身 他本身是在Konami製造的 如果不講漫畫方面的背景 不是遊戲版權 他除了是一個畫漫畫的人以外 其實他是在Konami製造過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卡牌能夠發展 因為他本身的可言俗性 比起他以前出現的其他遊戲 都來得要強 其實你之前的遊戲 最初頭兩集 那遊戲全部都是one off 其實是mini game 我最有印象就是 在鐵板上 拿個兵 打氣剪刀 我最有印象是那個 但因為那個你爆炸會死人 但其實你反過來看 如果你看太多集 你會覺得 他最初的mini game 其實是最好看的 因為你看到每一個遊戲 他贏的方法都是合理和合理 因為他講到說 他砌了千年節目之後 他那個女人格其實是一個 又充滿智慧的一個分身 其實他 不過說起來很好笑 他變成這個女人格之後 他有什麼分別呢 眼睛就會 正明一點 原型就變成尖 然後第二就是什麼 第二他會很像古惑仔 平時是穿著內套 他一定要穿著在身上 而且會高了 大隻座 一定要翹首 一定要翹首 他和凱瑪都很喜歡翹首 有自信的人都會翹首 他某些先是額頭多隻眼 某些先是二郎神 後期一些 但是最初的mini game 他會表現到他有智慧這件事 去到後期 去到一套卡遊戲之後 其實不是鬥聰明 鬥智慧 鬥魂 鬥魂 我覺得是洗牌 還有出錢 其實 就是鬥毛 其實我覺得 除了 應該說 他自從遊戲王卡牌這個遊戲之後 其實他出現了幾個遊戲 都是有可言俗性 但是最後跑出來是遊戲王 海馬的弟弟 海馬木馬 九龍怪物棋其實是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有出過PS遊戲 所以說其實他也是有可言俗性 但是最後始終最跑得出的 都是卡牌 九龍怪物棋和卡牌最大的問題 是生產的問題 是生產成本 後來DDD也出過 尤家龍兒和他玩的那個龍色 有出過產品 DDD其實是一種挺好玩的遊戲 但是卡牌好運 但其實他的產品本身有缺陷 他的顏色 攤開之後會挖回來 即是膠的彈性 所以其實那顏色攤開的時候鋪不平 所以玩起來是有障礙的 基本上那時候什麼坑都會踩一下 是高橋和熙的 所以重點是 我想大概是七到八期左右 他們就開始很主力地去玩卡牌 八期開始 因為八期是黃國編 其實出第二次海馬 他擺明是想再試水溫 跟著海馬樂園 用前面的實體遊戲 去到玩了一場加龍怪物棋 一場卡 不過我覺得遊戲 如果他在現實世界想偉大 他是啟發海馬搞VR 因為他發覺原來這麼恐怖 那些玩具 因為他發覺不可以 不是 他那些是AR 最初 那種是虛擬實體法 也不是AR 因為他發覺不想是 每個人都認識這個黑暗遊戲 他要想辦法把這些具現化 就只能夠 總之我都不知道 海馬集團做什麼 這間公司 科技開發 不過我覺得其實又怎樣說 其實如果要玩最初的幾期 那些小遊戲 太煞翹了 還有玩不到牆 還有你每一集都要死一個人 你看看 他那些小遊戲 他只是第一期都玩 不是死一個人 是差不多死一個同學 第一期玩了六個小遊戲 你要捱到多少期 他怎樣都要找一條線 是長開的 我是編輯的心想 你不肯是吧 你這樣 只是想我沒辦法 跟著他開始打千年眼 他聲稱是那個遊戲設計師 那個 他賭的時候 真的長玩卡遊戲 跟著這本書 就開始崩壞了 有些很瘋狂的情節出來 我個人覺得 其實他由王國篇已經崩壞了 因為已經開始 暖帶龍 開始作設定 自己會推翻很多東西 你只是看地形已經夠王國 中間這套租之後再繼續 講完故事就是 王國篇就是拍家索司 還有帶出了 開始講法老的身世出來 其實原來千年道具 有六件 七件 七件 是千年積目 千年眼 鎖絲 鎖絲 天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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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杖 拳杖 還有一個鏡 鏡 對 千年環 七件 然後也進入了我們剛才提過的DDD 這個遊戲 我想是不受歡迎的 應該說比較上沒有受歡迎 所以其實DDD好像是玩了三期 就玩完了 我覺得其實三期已經算很有耐性 以Jump來說 因為認真的 如果你純粹用官能畫面上 那些卡的怪物是有型很多 對DDD那些 然後再下去也是玩卡 就是決鬥城市 然後也直接帶出了三張神器 這件是超級喜歡的 我想說是連香港搞卡遊戲比賽 都是要搞決鬥城市 你也看到海馬集團的科技多厲害 原本要坐在房間裡才有AR影像 現在大個卡遊戲在手上 它有進化的 最初是離了房間裡 然後他弄了一個輪盤出來 巨型搖搖 這個設計 然後最後就弄了一塊東西出來 其實不是設計的 是Konami發覺做不到實體 但是後來這隻決鬥盤是做過出來的 那時候在賣慢的東西 很多人喜歡 那時候我是嫌貴不能買 如果不是買一隻放在那裡 只是帶來供奉 老實 那時候年輕人有錢 雖然很喜歡 每個人都帶著那塊東西出街 他覺得很帥 那塊東西 但那塊東西容易做 紙皮也做到 有COSPERIA就是用紙皮做的 其實他只是套在手上的卡盤 其實也挺累的 那塊膠是不輕的 如果你真的玩 還有那個問題是 其實你玩的時候 你這個肌肉是要長時間保持住的 他是不是另外有個叉子 在那裡 浪漫著架底 那如果是要拿拐掌 浪漫著他就算了 對 好像紅爺一樣 然後在這個城市片 帶出了買尼洛這個角色 然後同時也說收集七件千年道具 三張神卡 三張神卡 聖石巨神兵 地獄盆滿曉龍動態 神益神兵 那張藍眼白龍是什麼 沒事的 沒事的 只是稀有的卡 是海馬條女 然後到了這個千年回憶片 就是講回當年埃及的事跡到底是怎樣 海馬是喜歡玩4P 法老的靈魂怎樣流下來 還有到底怎樣的卡 會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在裡面 其實他們真的是Pokemon來的 反正那一篇 講回古代的故事 其實那裡才是唯一段 我覺得有故事的地方 如果不是遊戲王整個故事 就是你拔走一堆卡比賽 你拔走卡比賽之後 你發現整個故事是沒有故事的 其實遊戲王 如果你覺得三日八期很長 你只看他拔好積木那一期 然後就跳到最後 然後就結束了 我立即拿來看 積木完之前你可以看完 我覺得你要看一看馬尼諾出場那一段 你要知道中間有什麼東西 其實帶馬尼諾的身世 跟胡阿卡片是沒有關係的 但如果按照阿兵之利這個說法 灰藍屬都是這樣的 第一期入學第二期最後那期畢業 那後面中間那些打架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就覺得不好看 但是灰藍屬最重要的是 他打架 但問題是遊戲王的打架是不好看 除了畫面 你可以喜歡畫面 這些見人見智 但是你打的過程不好看 你當他掌握來看就OK 而且他很容易留了很多 不必要和錯誤的fantasy給小朋友 大家都會覺得如果我玩遊戲王的卡牌 我就會像海馬他們那麼帥 就是抽一張卡牌抽三秒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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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搞清楚 你要像海馬那麼帥 第一件事你要是二世祖 而你的爸爸已經死了 不是的 首先你要找一個沒有仔的有錢人 然後做他的樣子 然後再做龜 逼到他跳樓 這件事是可行的 我生出來不一定有個有錢的爸爸 我真的想問真情 紫誠和善意 我要奉勸各位小朋友 你們絕對不會看到一人玩遊戲王 用兩隻手指夾著卡牌 然後拿卡牌 其實不是的 我想說你去卡牌這些喜歡的小朋友 是大量的 有大量的 等於你看到神吃巧克力 正常人都不會這樣吃 你學到神吃 懶型的 收入快是可以的 是咯 黎明呢 只有收入快可以 黎明都已經不行了 是呀 剛才Charles提到的是中二病的小朋友 當你們一打到比賽的時候 你們很趕時間嗎 大家會放… 買練習的時候是要這樣的 你練習的時候才會有個氣勢 你也是培養個氣勢出來 真的有培養個氣勢出來 不是呀 真的是很有趣 因為我以前在樓下 我不是玩卡牌的 因為買不起 你買來買去都是C級的 不如不要玩 下樓下看別人來玩遊戲 我心裡很認錯我沒有玩的 要不然就變成這樣 拿著那張牌 但我想說這個不是遊戲王的專利 你看奇魂 你連一顆紙都是這樣的 一定要這樣的 其實這件事是跳舞的 不關遊戲王這個文本事 喜歡病的大本型 跳舞少言跳舞 人們明形是個角色形 不是那個動作形 你做的 就是同一件衣服 你曉明大哥做 曉明大哥做什麼都很像 陳維庭呢 更像是更像 誰來 我給不到反應 誰來 我就是跟你說Villiam是誰 我知道 另外 阿Tem他展開套組之前 我必須提到一個遊戲王的名物 就是城之內黑牙的樣子 動畫版那個 扭曲的 顏藝 對 如果大家知道遊戲王城之內是誰的話 應該都知道我的樣子 不知道 你Google 遊戲王城之內就找到 對 這樣 阿Tem是不是要開始套租這個卡牌系統 說一下角色吧 不如 其實 你套了他很久講 我猜你 剛剛舞騰遊戲 我記得馬尤姐有一句金句 他說 這傢伙怎麼看都不像好學生 還有那個頭 你想想他 膠袋到悟空 很厲害 你想想他要花 他首先有兩支金帽 兩支前面的金帽 他的頭髮有三種顏色 以當年我們一個普京學生 包括三種紅色 三種顏色 陳皓藍也做不到 如果阿南哥是教他的那班 他就會跟他說 這位學生 我可以幫到你 不如你進我的會 是吧 又紫色又紅色又黃色 先不要說他 你想想他 我那時候看這個道中兵團 請習廣尾都需要花兩支定型水 才可以出門 究竟武藤有東西 他早上是否三點就要起床 去拒絕他的頭髮 他應該是只可以坐在那裡睡 一睡到頭就打 然後當你看看第一期 你看著遊戲的這個髮型 阿本田你怎會敢去欺負他 阿本田 刺都刺了 看見都覺得 這個應該是玩學生 我都不知道為何田重晉然要去西班牙 找到他就可以練鬥牛 哈哈哈哈哈哈 只是那個髮型 那些超音鼠 還有其實他 我沒有記錯 他脫了一件校衣 平時很喜歡玩校衣 他是沒有奏的 他沒有奏的 背心來的 背心來的 人家穿底衣也可以 暗遊戲接奏 他是有件襯衣 再穿黑色背心的 他是穿黑色背心的 是呀 暗遊戲應該是接奏的 因為如果是普通遊戲的話 你是看到的 是呀 跟著就 其實他初頭想說主人格 所謂好人是比較廢的 但在想起來 耐弱 不是廢的 我覺得他是因為想做暗人格的反差出來 所以要這樣設定 一個比較內向 怕多點說話 就很害羞 你也覺得很有自信 很社交的 他的形象設計是為了暗遊戲做的 不是呀 你看看小接葉 高橋和熙的動靜 都是這樣喜歡的 所以你不能夠怪他 他對著鏡子當然會說 我覺得這樣做 可能有型 我覺得 其實小時候看遊戲王的時候 你會期待有一天 雖然不知道怎樣做到 但就是遊戲對暗遊戲 做了 我知道 雖然你當時會想的 就是你很希望看到這個battle 但其實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因為玩開卡的都知道 你永遠最強 對於一個玩家來說 最強的debt只有一副 那你本身有兩個人格的話 你怎樣砌兩副debt出來 誰是任當的 這個是resource management的問題 而另外的東西 他曾經鋪過 因為遊戲是暗亂他的同學 這個 橫子 而橫子是暗亂的暗遊戲 那就是free pay 一男一女玩free pay 對 兩女玩free pay的三角戀 對 那暗遊戲 暗底是喜歡表遊戲的 那就可以再一起多三個 不知道 不知道 對 在現實中別人看 都是阿橫子和遊戲 我覺得冰子的分析是對的 因為當拿鎖匙的埃及人 不是入過遊戲的心中 我覺得那一幕根本就是 叫暗遊戲 你出來吧 你出來吧 把你的東西說出來吧 一直躲在櫃裡面 出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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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冰子的分析是對的 暗遊戲在機上 他一直都躲在櫃裡面 原來是這樣 然後第二個我想說的 我想說海馬 海馬真的是 鍾二奧叫這本書 小智強 林元三 為什麼林元三 怎麼看都是三慘順 他是四四二四的 真的 因為剛才剛才說過 他本身以為他是二世祖 然後很複雜 他本身真的很複雜 有個母子的有錢人 想找個樣子 因為他是很厲害的 找到他 然後那個有錢人 就逼他讀書 18項 總之是一些專製教育 現在香港一般 爸爸媽媽做的那種教育 其實很普通 那個年代很少 現在香港 海馬你這樣說 你覺得自己的生活很難過嗎 然後就 我忘記了 他逼死了養父 還是他失了 不是 他搶了他的股份 然後 我想說海馬集團 因為他拿了他父母的股份 他開董事會的時候 你看著那張桌子 只能坐到八個人 大概有二十幾個董事 海馬集團 那不是有些是 要站在那裡 很窮的 企業董事 然後你也不明白 為什麼他爸爸 發覺 你終於做到這個地步 你終於拿了我的股份 和拿了董事的位 那我就去跳樓 不過他性格變過 雖然他一直都是這樣奧嬌 最初出來他是一個純粹典型的混蛋 因為他拆掉了 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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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真的拆掉了 拆掉了 拆掉了 只剩下三張 然後 他第二次出來 他去海馬世界 海馬樂園 你不覺得他自己疼自己的弟弟 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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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之後 那個島上 我忘記了 卡卡索士 卡卡索士 很疼自己的弟弟 因為他在說 遊戲給了一個靈魂奴辱 他 Richards要他 從那裡出來 反省了 其實那個反省裡面 可能已經造就了他 找到自己真正最重視的事情 他有提過 因為當他輸了給遊戲之後 他跪了 然後靈魂是走空了 然後穆瑪是說 他重新飄惑感他有心 因為他說他很想見回他哥哥 所以我不明白 為何穆瑪做這麼多虛擇 包括落毒 毒癢死阿成之內 是為了見回他 我想說Death Tea裡面 前面那些遊戲 真的全部都死人 反而最後那兩場不會死 但你看到 在樂園看的觀眾覺得沒事 好 玩得好 我看著他 他電已過山車 你一出聲就會死 他只要電槍是八萬伏特 是十隻比比卡少 只有小智才能玩得到 所以我想說 遊戲王最適合在哪裏真人化呢 大陸 周圍都漏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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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玩那些會車死人的過山車 他整天過山車會飛出來 拍片 那些觀眾是不會不開心的 導演的 羅斯摩天輪 羅斯摩天輪 其中有兩種會飛出來 所以我覺得 遊戲王還沒真人化 是因為他真的發生了 然後他的性格 我真的很好笑 我翻看的時候 因為他醒了 即是拍家索斯島那邊 他醒了那一刻 他臨出門拿回一條鏈咀 裡面是木馬的照片 其實已經在說他是什麼 然後他怎樣呢 我記得有一句 我看完這傢伙真是無能力 他好像是跟遊戲玩 對戰 然後他抽到 一開始抽到 他將聖石巨神兵 內心獨白 說來吧 聖靈女神永遠站在我這邊 嘩 你這傢伙 如果我沒有數 我沒有數通計 我都覺得 你是輸多我贏 整本書 你真的很有自信 這句話是自信的表現 所以他不是就是這個 遊戲王的林元三 最重要是對自己有自信 不是 我從來都不會被人 在那麼高的射 我跟人家說 又入了就糟了 不醉不醉你踩界 是 如果你喜歡病的林元三 就會這樣 不過他更多說他的話 我要說些back 才可以再說下去 其實海馬那個 性格變成了 你接受不了 反而變得最突然是他小腦 他小腦一直都是混蛋 突然變成很愛的阿哥 但海馬是有解釋過的 嚇到他變乖了 哎呀我突然很貴死喜歡阿哥 他其實在玩Death Tea之前那一晚 其實他已經是 你看到他是很想獲得阿哥的認同 他一直都是很想 之後後繞的故事就是說 他很想見到阿哥的笑容 所以要做盡壞事 不知道阿哥是怎樣 那很簡單阿 他阿哥見到人做壞事就開心 沒有問題 看海馬的樣子 他又笑了 看得到我殺人 這些都是笑容來的 簡小也是笑容來的 不過這兩個人真的無論是敵的 海馬 我講小劇情 吐操他但真的好笑 他去到島上 因為海馬剛剛到 總之他的規矩很像這個賭幕啟示錄 要坐九星才能進去那個城堡 海馬不能救星就跳遊戲機 他怎麼贏呢 他說他為了救世 我記得那時候是木馬 海馬木馬 是的 他被千元眼的那個人 拿走了我心 他要進去跟他決鬥 他跳遊戲機 其實他輸了給遊戲 不過他去玩東西 他說 你做這一下攻擊 我去後跳自殺的 你一做 我去後跳自殺的 然後又去爬底 又去爬底 不做那一下攻擊 然後輸了 我心想 如果你是講實力 要贏到那個大哥的 你根本就已經輸了給遊戲機 但是他講到自己的兩種道理 他說 因為你不夠絕情 簡單來說 你就是苦人之仁 好 這個就是所謂 這本書所謂其中有個主角 去進去的城堡的方法 就是用自殺來兇人 又去中人搞笑 他都沒有聲音 那我怎麼進去呢 黑了 整支內被記住他 然後被記住他 然後說 我要復活了 我可以進去了 你倆人家做什麼 而這樣搞笑是什麼 我記得好像是 海馬和那個大哥玩 因為他知道他懂得讀心術 所以他就研發了那個搖搖出來 他說一來把搖搖 我不知道那個邏輯是怎樣 那個牌可以貼著你的樣子 讓他看不到你的讀心 其實他沒有關係 而是那個制套 他除了召喚出來的怪獸之外 你手牌都是會被背向的 而那個Display Order 你放出去之後 他是隨便的 所以他最多知道 你那幾張是什麼牌 但不會知道你那幾張是 各自是哪張牌 然後他很帥 他很帥 要別人跟他用 然後他說 我不懂得讀 那我找你弟弟 我就跟你玩 然後 我想大概在兩回之前 吵架過遊戲 賦人之刃的人 就賦人之刃 那我也是跟他傳統玩 就算了 然後又坐在桌上玩 你這兩條傻子在做什麼傻子 他吵人 負人之刃 不代表他自己不可以負人之刃 但你跟人打架的時候 你不要動手 打 打 然後他就輸了 那這個是實力問題 你輸是另外一回事 我覺得很好笑 其實我覺得他這樣逼到遊戲 輸給他 其實都很合理 你想一下你是遊戲 玩卡而已 不用跳崖 給你贏 給你贏 我完全不認同你這一句 因為遊戲也是要去那個島 去救他爺爺的 其實他一人一人救一件 還要拿著DV仔 然後他爺爺在旁邊 他會在那裡聊天 我其實從小到大都不明白 為什麼遊戲王 是這麼喜歡捉他爺爺 而不是捉恆子 一般是捉女兒 所以我從來都覺得 遊戲王的逐篇遊戲王R 有一個番外篇五期 是遊戲王很多 遊戲王R裡面就是捉恆子 你要捉的是捉恆子 為什麼會捉爺爺 很簡單 我沒錢怎樣追女兒 我沒爺爺哪會有錢 他身上有多多寶物 阿爺你肯定還認 又是千年寂寞 又是藍眼白龍 最強的那副爺爺 又在那裡 阿爺你肯定還藏了幾億 在地底上 遊戲王一開始的那副爺爺 也是他爺爺的 是呀 他是說用他爺爺的那副爺爺 來搗救海馬 阿爺的那副爺爺的那副爺 埃及使者 是呀 手手腳腳都在這裡 還有我想說他們不是玩卡的 你又看得不夠仔細 最後戰鬥都市 又有一場海馬對遊戲 然後他們有兩隻神 我記得是聖石巨神兵 對地獄判官天空龍 然後雙擊殺 那時候那些人的反應是怎樣 爆出強光 然後那個塔會不會崩 我屌你老母 那些效果全部都是AR 你們不用真認真 他們全部知道他們有固埃及力量 圍觀那些基本上都知道 是海馬的伙計不知道 為什麼這樣反應 這個AR產品真是屌 不如第一節到這裡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吐槽這個遊戲 各位吧